兩支同樣未打開勝利之門的球隊隊女 雙方都希望可以在這場打香勝鼓 幾高一籌的香港小將用了15分鐘就打開缺口 真柏軒傳到中間,鄭曉南做件簡單任務 香港領先1比0 兩分鐘後,孫明軒殺入禁區射遠處得手 用多五分鐘,孫明軒再次做禁區殺手 就是這樣,香港小將拿著三球回入跟衣室 湖面之後,真柏軒接應鄭曉南的傳中頂入 香港贏到4比0 雖然敗局已定,但澳門的小朋友都沒有說放棄 梁志成就把握機會射入澳門這屆賽事的第一球 開心得好像反超前一樣 滿著學習心態的澳門小朋友 就算被攻入多少球都沒有想過放棄 反而是珍惜比賽的每一分鐘 就算被孫明軒入多球上演武子棄法都不要緊 蘇沙佛球傳給古泰利斯頂入 澳門的小朋友再次享受入球喜悅 最終香港贏澳門5比2,取得這屆賽事第一成 不過澳門小朋友享受比賽的態度 值得送給他們無限的掌聲 香港寬民電視記者物總抽報導 好ちゃんね 好長猾 好 Air 一百多數 兩次 三個 二 五